智叔廖啟智上月28日 不迪牙摩尼世,中年67岁 他的太太陈敏儀以及两名儿子 4月20日在尖沙咀为智叔举行安息礼 大批传媒中午时份抵达教堂门外守候 一早到场帮忙打点的田启文表示 仪式一切重拣,亦带真敏儀非常坚强 家属全部都想交给两个儿子 所以就没什么可以组织 因为都是交给两个公子他们去安排处理 他们会问二十几点 OK的,他没什么特别 他没什么特别,因为一路沟通都很坚强 礼堂门外摆放一张自速在万里长城影的照片 非常随气 而他的遗照就是2008年 于多伦多演出舞台剧时的照片 下午一点多,智叔的灵车到达教堂 敏儿和儿子,文哲、文信都在车上 负责献唱诗歌的包括 王祖南、蒋志光、导演歌、张崇德、刘美娟夫妇 邝文殊等来到教堂准备 智叔生前人缘甚广 圈中好友郭夫成、小美、杜奇峰、钱家乐、罗兰、刘刚、林家欣、袁建伟夫妇 王日华和女儿黄梓晨、庄文强、方忠讯 艾威和友传复合的太太Lisa 林建明、岑建勋、林以琪、黎乐意、洛应军、高智深、邓英文、白子、颜卓宁 李佳心等都有前来哀悼 而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张智霖、袁炳宏仪夫妇 杨秀成博士 郑玉玲 丁子高、杨千华夫妇 黎明 林超然 吴振宇夫妇 谭耀文 刘青雲、郭爱明夫妇 王子华 香港震会大学电影学院 其高级文凭课程等 都有送上花圈之外 因为疫情关系 大会不切公制 但大众可以透过直播形式 或于网页上发文悼念自缩 安息礼上 敏儿感叹丈夫 牢牢一生 未能享受人生 我们很感激她 由于她的新路 是成就了我们很多东西 就好像此时此刻 她在病房的时候 她知道她就快要离开 她有很多眼泪 很多的不舍得 她的不舍得 正正都因为 她是一个很有责任的人 放不下的就是 放不下这个老婆 她的责任就是应该 她跟我说 敏儿 我是想着我殿后的 现在要留下你 辛苦你了 她就是一个很有责任的人 她不是说害怕死亡 她真的很不舍得我们 但是我真的很想 我们三个很想让她知道 其实我们很惨 智叔的两名儿子 吹奏口琴送别爸爸之外 还有分享父子相处点滴 儿子文讯更透露爸爸留院时 特别读小故事给智叔听 很开心成为爸爸最后的学生 而智叔更特别要求一家人 唯读剧本 度过他最后的时光 个中意义 也和智叔演出过的舞台剧《商约星期二》有关 对面有讲述到一个患了绝症的教授 就为自己教了一个 他在生的时候就教了一个丧礼 他都受到这件事的启发 他就叫了我们一家人 每人都跟他说一些 肯定他的说话 跟他说一些 我们最后想跟他说的东西 所以我们三个都写了一封信 读了给他听 从小反叛的大仔文哲 感受到爸爸的包容 以及无私的爱 早几年去澳洲读书 每次放假回来的时候 他都会在机场接我 虽然性格真的有不合 但他的笑容是告诉我 他有多挂着我 他这个笑容 令我觉得回来 真的有一个家里的感觉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爱我的爸爸 安息礼期间 亦有播放智叔 同音血癌离世的小子文洛 一家五口合唱的歌曲 令大家非常感动 结束前 敏儿也有再度上台 感激到场送别止息的亲友 更代表丈夫 呼令人生金像奖这个奖项 整个安息礼又美丽又平安 我相信智叔一定收货 一定开心 我的感觉就好像所有人 我很感谢你们 送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奖给了启子 我很感激大家 你们一起联手打造 和送给他的人生金像奖 安息礼元不后 智叔的灵灸被移送火化墙 仪式完成后 到场的方宗讯 炮喜静 米雪说起昔日和智叔的相处往事 大感不舍 一路不断跑四年 看着他一路 个人很开朗 很开心 在最开心的时候 有开在我们的利用 是有点不舍得的 是否到现在都很记得智叔的跑姿 是呀是呀 是怎么样的 智叔很漂亮 就好像刚才有一幅相 他做了空年那张 就是他那个跑姿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么漂亮的 在以前合作上和智叔合作这么久 最欣赏他什么地方 其实你们 我很想他对每一个工作他都 炸到很实 他永远都不会放弃 我看他的电影每一部都是这么好 我和他一起演的舞台剧 每一场他们是这么稳定的 当时我也是新的做舞台剧 我看他 好厉害啊 智叔你真是 他是很敬业 和他是很专业 他的心愿想完成一部电影 大家会不会有想着怎么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已经有人帮了 就是会了 一定会开拍到的 对 他很想拍的东西 叫到你们实际一呼八应 一定 不要忘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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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